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有投资的话 有投资的话 把香炉抱下来 擦香炉 听懂了吗 擦擦擦擦 因为擦香炉是旺财的 听懂了吗 所以你们看有很多法门 他们都喜欢擦香炉 明白了吗 洗东西啊 其实也是很消夜的 所以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 拼命地洗呀洗呀 我告诉你心里 马上情绪就转好的 你看很多人生气 刚刚生完气 跑得去洗呀洗呀 厨房间洗洗 过一会儿 他就情绪就好很多了 他也是一种发泄的 所以洗刷刷 洗刷刷 好 如果家里有洞土 一定要悬挂事物 我们讲不是一种风水的事物 师父说我们悬挂的事物是什么 那就是大悲咒 如果你家要动土了 请你们挂上大悲咒 山水画 2020年呢 还有很多官非产生 因为2020年的太岁呢 在正北方 太岁在正北方 所以呢 正北方 你不要去装修 不要去弄墙啊 搞来搞去的 装修 因为这就是印证了 中国传统文化上一句话 叫太岁头上动土啊 听懂了吗 那么很多人喜欢家里啊 这个灯光颜色啊 彩色很多 一个吊灯上面呢 有绿的 红的 黄的 蓝的 什么颜色都有 我告诉你 口舌是非多呀 所以墙上 今年也不要去拼命钉钉子 否则会破坏你的财运 和健康的 现在粘的东西 粘的牢的东西多了 不要动不动去 去钉钉子 大家听得懂吗 2020年犯太岁 有五个生肖 你们在这里应该都有吧 老鼠本命年 是直太岁 除老鼠大家当心 冲太岁 是马 形态岁是兔 破态岁 那是鸡 害态岁 那是羊 所以这五个生肖 都要当心 尤其嘛 老鼠要当心 害态岁 羊要当心 破态岁 鸡要当心 形态岁的兔和马 好一点 大家听懂了吗 婚姻方面 男女之间 男女之间沟通 非常容易产生障碍 尤其不同种族的婚姻 跨国婚姻 会更多的争吵 会有很多的离异 所以要特别当心 那么夫妻当中 想谈一件事情 想谈得好 怎么办 师父要教你们了 今天你要去跟他 谈一件事情了 跟老公谈一件事情 他可能会跳 可能会闹 最好的方法 跑到自己的佛台前 不点香都没关系的 就冲着 观世音菩萨 让我化解 跟我老婆 某某某的缘结 我接下去 跟他谈事情 观世音菩萨 护法神保佑我 谈得好一点 你过一会儿 跑过去 老婆 我有件事情跟你说 什么事情 快说 马上情绪就好了 你们试试看 试试看 而且呢 在今年要特别多念 消灾即将神咒 记住了 4月7月9月12月 特别要注意 婚姻不好 所以很容易吵架 在2020年 孩子读书方面 家里进门 靠左边是好风水 靠右边风水不是太好 读书的 所以给每天 孩子每天念 欺骗大悲咒 可以保孩子读书 智慧充裕 家庭平安 在2020年 所有的人都会受到 大气层的磁场影响 心脏病人会很多 肾功能衰退很厉害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在今年特别累 爬也爬不起来 睡也睡不好 所以今年 师父就特别问菩萨 要吃什么 菩萨说 黄瓜 西红柿 还有菠菜 再加个菠菜 记住了 如果很多人整天在家昏昏神城 很多人血液方面 不是太好的话 血压高啊 或者其他脑子 绝对不管用啊 头痛啊 多吃点卵磷子和钙片 在2020年 除了多念大悲咒 心经之外 要多念 消灾 吉祥神咒 和解节咒 请不吝点赞 订阅